阿根廷的两个老乡在聊天开球了 沐歇奎把球回传 现在大林一方朱庭把球回敲 杨善平 华夏幸福对丁人的防守也很严密 盖坛向前给日球给的不错 但边急举起来日球越位啊 杨成把球放在地上 那个定位球 踢出禁区比赛继续 还在前场把球拿到 射门 但是这个球呢 是没有打在门框之内 这是大林一方队的第二角射门 盖坛拿到球 转移的不错 8号朱庭 投球向里面敲 木槿奎投球 木槿奎投球射门 这球打在门内了 这球打在球门之内 不错 在球门的左下角把球接住 啊 杨成 杨成也是国内优秀的门将 汪建贤对上江志鹏过了 好 现在给九号盖坛 上门 球接了 漂亮 王迪呢 好像要找视频助理了 王迪跑到场边 要自己再看一遍 然后准备做出判罚 在右边 起球了 向门前走 这是一个机会啊 球没有顶到 没有形成威胁 看张成仲突然起球 跟进的是队员 拉威奇稍稍差了 那么一点点 现在双方换了进攻方向 现在河北华夏幸福在防守 到那方 上门 球木槿奎的射门 打在立柱上 门吧 应该立 立柱也是球门的范围算吧 传到门前 投球 张成东突然出现在张冲的前面 所以呢 但林方在前面投入兵力比较大 加强进攻的同时呢 九号盖坛 球没有挺好 射门 二十号汪静贤 进入下面的比赛 全场比赛进行到70分钟了 现在是李帅的逾越冲顶 这球的线路也是不错 可惜呢 没有打在门内 现在虽然大林一方的机会要多一些 要更好一些 但是河北华夏幸福 这也是一个必进之球 没有能够打中球门 这个球看看 裁判判了点球啊 爱尔纳发点球 张冲 张冲把点球扑出去了 喊声入雷的感谢张冲 这球扑得太漂亮 看板动作 这球扑得太漂亮了 太远了这球 这球扑法 不被打得太高 不被打敲 这球扑的好丁